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你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又是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Crossover的節目 今天我們比較關注的問題 就是中國民用的發展核動能 即是我們講到一個叫做SMR 一個微型模組化的核動力,或者我們叫做核反應錄的競賽 零龍一號,我想聽開我們頻道,或者聽了科學新知 大家都有聽過這個型號的SMR 微型核反應堆的發展 大家都相當關心這個微型核反應堆的發展 會不會在民用上,在發電上做到一個很大的應用 更加關心會不會將它成為一個軍事化的項目 中國現在發展由001,我們講到遼寧號,山東號,去到福建號 一步一步中國的航空母艦的發展都很大力地發展 大家都在期望下一代的航母一出來 是否就會去到追趕美國的核動力航母 即是你就算去不到福特級的水平 是否你都可以追趕到尼米茲級的核動力航母的水平呢? 是吧? 那這個就無論是中華的軍圍都相當關心 所以究竟零龍一號 它現在的問世的情況 它距離可以實際去武裝到航母 變成核動力航母的設計 那麼它本身第一,是否真的可以足以 就用它這個設計直接搬上去,中國航母就能用得呢? 所以今天也會有這樣的討論 好,一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免費訂閱包括NHK我們軍火器言 以及科生姿的頻道,麻煩大家 好,今天有陳博在這裏 陳博先生,你好 是啊,Larry你好,大家好 是啊,我們講到01號 其實它還有很多神秘面紗 大家大概會清楚它一些普通的說明 例如可能它裡面 就是現在那個農宿友的風度是多少 或者可能大概了解 就是它那個發電量等等的東西 但是其實它 現在我們講到01號 其實它本身那個科技發展 甚至乎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都仍然刻意蓋著 或者有一個神秘面紗 令到我們外界都還是對它 是有比較一知半解的東西 反過來看 暫時我們知道它是叫做 在陸上的商用 或者是民用的 一個這樣的微型無組化的反應爐 反過來看 就是說有一些規格 它似乎是 不是很適合放在軍用的層面 我們稍後可以講一講 如果大家再留意一下 一直以來那個01號的發展 它算是挺快的 在整個世界裡面 已經有現正運行 比較微型的核反應爐 首先就是俄羅斯 然後現在到俄羅斯 甚至乎有多過一個 然後到中國 美國反而只不過批出了一些許可 就是連蓋都還沒有蓋 那061號已經正在蓋 就剛剛 就把核心掉下去 那 那 就像你剛才這樣說 它裡面究竟用的那個濃縮有的風度是多少呢 那如果以一個民用的標準 我想都是去到4%左右而已 那 因為如果你是普通的民用商用 就不需要做到提高到那個濃度很高的 軍用的時候就另外一個情況了 那另外呢 有一些的數據就是 大家很想知道 它的發電量可以做到多少 以及它本身可以做到幾輕巧 因為就是說如果你的發電量都做到很高很高 然後你就做到很輕巧很輕巧 那你就很厲害了 是不是 而發電量呢 我們現在看到了 它就叫做用100個MW 用中文那個單位譯 我覺得就比較差一點 它叫做100兆瓦 雖然傳統上這樣譯 但是Mega 其實就是講著Mega 就是100萬 其實就和兆好像似乎有兩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一講到這些單位 很容易就會借用這些字 那我嘗試就是用100個MW 這個這樣的數字 這個級數 那你要供給一個普通的城市 其實就是100個MW不夠的 你是要好幾百甚至上千的 甚至乎你說到航空母艦那些 你要上到1000個MW這樣的單位 才叫做滿足到它基本的供電 那另外 我們現在知道它001號的發電量是怎樣 但是對於那個重量的數據 就不是很清楚的 那似乎就 就是它不知道收起來了哪些 是否刻意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說要我們去評價 嘗試評價一下 它這個有多厲害 是可以叫做領不領先世界呢 我會認為呢 由它的重量參數那裡 是要給到一些重要的 就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做一個比較先 同期美國現在 批准了給一個私營公司 叫做New Scale 它做的那個叫做小型模組化發電機組呢 它那個的發電量呢 大約都是說77MW至100MW這種級數 那你可以理解做和001號差不多 然後它的重量是說360噸 那這個就是美國New Scale的那個級數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嘗試一下 去估計一下這個001號那個核心有多重呢 如果有人已經找到的數據的話 那可能看一下我這個估計對不對 我自己就暫時沒有很花心思去主力去找它的數據 但是由這個001號 剛剛和在幾個月前那些工程的公佈呢 是有些相片都可以估計一下 那因為001號整個工程呢 它是除了要安裝那個反應堆核心之外呢 在之前呢 它是需要安裝好整個保護罩的外圍結構的 那其實它最重的那個位呢 就不是在它的反應堆那裡 而是它整個外圍的那個保護罩結構呢 反而是更加重的 所以整個001號在海南島的工程呢 其實你問我啊 最危險最辛苦 就不是之後去放燃料棒 以及吊這個001號的核心下去 而是開頭整個整個外殼的保護罩那裡呢 原來是整個好像廁紙筒那樣的形狀的保護罩 是720噸那樣吊下去的 那你要去吊這件這樣的東西 那本身它那個吊臂當然很厲害了 那但是其實以我現全世界上的吊臂技術 就你說720噸東西呢 其實就都是綽綽有餘的 有些更加厲害的東西都吊得到的 那你看到那個相片呢 可能你也要找到的 它是用了兩個同款式的吊臂平牌 去吊裝那件廁紙筒形狀 720噸的保護罩去放下去的 這個大約是半年前左右發生的事 而這次這個001號的核心呢 它用同類型的吊臂呢 就用了一支而已 那當然啦 如果純粹就是數個吊臂的數量 可以很大不差的 但是暫時僅有的資料 就是這麼粗疏地去看 似乎這個001號本身它的重量呢 可能都大約是它那個外殼 最重的吊臂的720噸的一半左右 所以你問我如果很籠統地去猜 我會說300噸至到500噸左右 這個核心 那可能其實跟美國那個360噸的 New Scale的SMR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 那這個就是暫時看到最粗疏的 一個很粗疏的個人的估計 那陳某如果這樣說呢 就是它大概可能是300至400噸左右 就是暫時我們這樣估計 那這個001號呢 始終叫做SMR 就是叫做一個小型的一個 這個無組化的核反應爐 那好處就是不用一大塊東西 一塊就搞定了 那相當之很簡單 一塊就搞定了所有東西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航母 那我們常常說 現在一般的航母 就是那些的核反應爐啊 那些的裝置呢 都可能佔著船 大概在8萬至10萬噸裡面 都差不多接近是8至10%的重量 就是大概可能都幾千噸的了 那可能現在這些這樣的SMR 那個體積上甚至乎的重量上 會未來的那個優勢會大 就是可能減少3分1 一半的空間或者體積或者是那個重量 那令到那個航母它本身呢 擠到上面的武器也好 藍載機也好 那戰鬥能量就會再提升呢 嗯 這個大家一起計一條很簡單的數目 那我們知道了 一個典型的現代化核航母 那它的電的需求 大約是1000個MW這樣的級數 然後呢 你要弄這個1000MW整個發電機組 基本上就是整個發電廠放上去 可能就是都要說三千多噸 就是你不只是說一個堆心 你還要是一定的保護裝置那些 三千多噸 那好吧 你就算一下這條數目 零龍1號它的發電量 不是1000MW是100MW 剛剛只剩下十分之一 就是說呢 你要裝10顆 那然後如果每顆真的好像我剛才這樣估計 300至500噸的話呢 其實你最後出來呢 你裝10顆都是去到三千多噸 就是你會發覺是不是沒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這樣 所以呢 我這裡這樣看 那這次零龍1號 純粹表現了中國去發展這種SMR能力 在民用商用層面的一個突破 那它始終是在同一類型裡面 它是最快的 它距離軍用裡面呢 我想還需要走一段距離就是什麼呢 你整個設計上面 你可不可以再省了一點 再輕盈一點 就是不要忘記哦 我記得跟Larry做節目 好幾個星期前講的 有一集又是講SMR這些東西呢 我們是講的 美國它軍方訂立的標準 是希望可以徵求到一個 四十噸這麼輕的一個SMR 而這個四十噸就是 不單止可以帶上戰場 很輕易地被那些軍車帶來帶去 而且是很輕易被那些運輸機帶來帶去 還很輕易地被火箭帶上太空 那麼現在距離這裡 軍用太空用的標準 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無論你會說是美國好和中國好 暫時現存的這些東西呢 它們都在做一些民用的東西 如果是軍用的東西呢 你會看到就是追求到就是說 可以有這麼輕也有這麼輕 但是它的發電量保持有這麼大 就這麼大 就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但是同時間你又能不能夠 盡量希望能夠用到一些 那些濃度更加高的燃料棒呢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挑戰來的 如果你用到那九十幾% 核彈級的那些濃度這麼高的話呢 你要控制著它那個連鎖反應的要求 又會爛了 那這裡呢 你可以想一下 同樣是微型的核反應爐 在軍用和民用的時候呢 兩個最大的分野在哪裡呢 軍用的時候 我希望走到那個 發電量最大化 重量最小化 反而呢 人員的安全呢 就不是擺一個這麼高的priority 你會預期在軍艦、潛艇、服役那些人 去接受到的輻射量呢 比它在正常的地面是會高了的 但是就唯有保持著它 總體食的那個量呢 不要太多 一夠了那個量呢 就要退役 離開那個服役的崗位 就是這樣而已 民用的時候 無論你是中國、俄羅斯、美國都好 它第一個考量 是周圍的民居 會不會影響周圍的人的輻射量 還有萬一失控的時候 它會不會堆心溶解 會不會整個東西熱到一個地步 溶了那個外殼 令到它又洩漏 那這個反而是第一的關注來的 那所以呢 很容易預期了 你說New Scale 它那個設計的要求的準則 還是零龍一號 它那個設計的要求的準則 反而是要是令到它不要太熱 不要堆心溶解 反而只是擺在第一的 如果你想它能夠做到輕巧一些 一次發的能量更多 你就要用到更加濃度高的燃料棒 那於是乎就會回去 就是好像又會有可能性 令到它堆心溶解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民用想要的東西了 那所以在這裏呢 要小心留意就是 這次零龍一號 它那個的民用商用的性質是強的 但是呢 它反映到有多少是軍用的層面呢? 那麼剛才計算過一條數 以及可以分析 大家可能聽到心裡有數 嗯 那就是說現在那個Prototype 這樣的看法 就是我們覺得 那個圓形現在在那個發電上面 的體積上面 就是那個比例 就還未算在軍用的發展上面 是很有效率的 就是我們這樣看 那麼民用那邊的情況會比較大一點 那麼它 就是如果這個做法呢 甚至乎 想擺上太空就再遙遠一點 暫時的看法 它有沒有什麼技術的限制突破呢? 接下來它比較集中是要做多一點 我想這次零龍一號 都還是一個比較試驗性質的民用反應堆 它希望能夠就是說 可不可以做到安全係數高之餘 去換燃料棒 它現在講的這些零龍一號這樣的機組呢 其實講的燃料棒服役期呢 兩年左右而已 那如果你說放在軍用上 你就難以想像的 哇 兩年又要換一次燃料棒 不好了 就是不肯的 如果以軍用來說就是 所以軍用來說 你會發覺 它要追求駕馭濃度更高的燃料棒 效能更高的燃料棒 溫度有可能更高 危險性可能會更高 有這樣的微型反應堆 就是如果你問我是軍事 甚至乎上太空那些任務的時候 可能就會想這些問題會比較多 嗯 好 所以見到零龍一號 它如果好像國內這樣說 零龍一號現在真的 是不是放得上去 成為下一代航母 它本身那個核動力反應的來源呢 就是現在其實都應該還未成熟的 應該還有一段路要走 應該是比較民間 或者甚至乎可能它算是再下一代 就是可能是先發展了核動力航母之後 就再下一代那個核動力的時候 它的技術成熟了 那才可能會再考慮去放下去 那就是說其實中國如果它真的要做核動力航母 它仍然要走回美國那一套 就是有些像好像之前企業號那個核動力航母 一開波又是要先弄八個這樣的核動力航母 那不一定是八個的 那中國可能是十個 十二個 又或者可能是六個 就是都是要走回這條舊路 就是彎道超車都仍然都不是那一套的想法 但是我也會這樣想的 它這次走這個微型化的商用的反應堆 其實我會認為是更加合理的道路來的 就是對於你說做一些大的爐 中國本身掌握了這些技術 你見中國現在去計算 你說俄羅斯、法國、美國之後 是能夠輸出自己反應堆的技術 我曾幾何時還試過想把這個技術賣去英國 那無論是第一代什麼輕水式反應堆 第二代什麼壓水式 或者再改了現在譬如有些叫熔岩式的反應堆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這些技術就掌握了 那所以呢 你只是 是不是只需要再放資源去走美國那條路 去重複別人的結果呢? 如果是這樣說 你問我我更加就覺得 不如將這些資源去開發這些不明反應堆 可能更合理 就跳過了美國中間走的路 可能更合理一些 而去建一個好像玲瓏一號這樣的模型 就算它不是去到軍用級數 嘗試建一個小小的民用的 都是一個合理的做法來的 而且相對來說成本要求會是比較低的 我想這個當然都是合理的 你說彎道超車的想法 但是我想就要結合一件事 就是究竟現在它做核動力航母的時間表 這個時間表究竟是容許它 現在仍然用常規動力航母去玩多一會兒 還是它很心急 我一定要在10年內 2030年左右 我們都要有個眉目的了 起碼2030年出不了核動力航母 都在2030年都敲定到那個時間表等等的東西 是的 還有下一步你會想到 它有一個微型化的反應堆 我就在這個微型化的反應堆上去嘗試把我的燃料棒的濃度提高 然後就看看我有沒有能力駕馭到更加高濃度的燃料棒 令到我可以換燃料 換得不用那麼多 還有最後出來的效能高了 效能過了某個地步的時候 可能根本上就可以了 直接拿來放在它的軍用那裡 所以基於這個基礎來發展它的軍用的潛艇 或者是核動力航母的技術呢 那我會覺得似乎是一個更加合理的途徑 嗯 所以短期都不是即時的 這個令狼肯定不是即時的 是的 但是應該是值得走的一步來的 嗯 那我們看看吧 純粹八卦問一下陳博 馬偉明院士這方面有沒有什麼特別貢獻呢? 他不是做這範圍的 他是做電機的 是的 它不是跟你做核的東西是另一回事 但是那個鍋爐出來的電路 怎樣去鋪那套這樣的 Infrastructure 其實就是關於它的事 嗯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暫時觀察 就是中國那個核動力航母 就是001號呢 如果你說上艦擺上去 那個前景又如何呢? 那麼要一些時間 就是現在的情況 就未必好像國內網友所說的 已經成熟到 即刻就能夠融化了 然後再加進去 可能三年就馬上可以成軍 那麼004航母就已經用核動力了 如果斬太力 除非中國已經在軍方那邊 是做一些更成熟的 我們的核動裝置那些program 如果不是001號上去 的機會都是比較小 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做多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一些工程上的發展等等的事情 好 那這一節我們先來到這裡 那就麻煩你陳博士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NHK這邊 和科學新資這邊的頻道 記得幫忙給like 好 那我們在之後的集數 再和大家繼續關注其他 topic 好 拜拜 拜拜